我们下面来安装Centro S7 我们这次安装的方式是采用U盘 U盘的方式 也就是把镜像打到U盘里面去 那么关于U盘怎么制作呢 我们在后期的课程当中会详细去讲 那么这块呢主要作为大家的一个扩展呢 去了解在怎么样在这个戴尔的R710服务器上面去安装 这个在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RAID 下面我们首先RF11 然后来选择UEFI的一个引导管理 特别要说的是 关于这一段的这个系统的安装呢 我们是在真实的戴尔服务器上去完成的 那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实验环境当中 在我们的机房里面去呢 去安装这个安装 包括怎么配RAID 怎么去安装我们的这个Centro S7 这样一个系统 这种之前所看到的所有的这个服务器啊 它在整个启动和检测的过程当中 速度是比较慢的 这一点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但是它的整个性能呢 比我们的普通PC要高得多 好 刚才我们大家看了右上角 右上角这边呢 我们已经按了这个F11键 所以呢它是处于被Enter的 Enter的这样一个状态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键 像F12 这个是从网络来引导 那关于这些概念呢 我们同样是在后面的这个 自动化部署课程当中 包括自动化部署系统这块呢 去讲到什么是PXE 大家今天呢 只是简单的先看一下 好 这边呢 显示了一些系统信息 比如说这边显示的两核 两个处理器 以及呢 处理器的一些缓存速率信息 然后包括类存信息 就是四个G 还有了Ctrl S这样一些 去配置 包括网络呀 还有Read的这样一些 一些相关的配置 这个在我们之前按过Ctrl R 去做过相应的Read的配置 好 下面显示的这个IP信息啊 这是在我们之后会讲到的 这是远程 大尔的远程管理 远程管理的一些配置 远程管理的一些设置 这个我们可以通过这个IP地址呢 去对大尔的服务器实现远程管理 那关于这段的配置呢 我们在之后会讲到 好 然后我们按F2键 F2键去进入到一个系统的设置程序 好 在这里呢 我再强调一下 我们要调整的是这个引导的设置 首先这边呢 有两个选择 引导模式 一个是呢 UEFI 也就是使用我们的UEFI这样的设备 那这边我们可以按空格键 这边有提示按空格键 或者是加减号键呢 去改变 好 如果说选择BIOS的话呢 下面这个引导顺序 Boot Sequence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选择我们的像光区啊 或者这样的一些设备的 按ESA 如果说我们现在使的是 带有这个UEFI的这种设备 我们选择UEFI 那BIOS呢 这个功能就消失了 所以我们这边 由于我们采用的是这种UEFI的U盘 我这边再次强调一下 关于U盘的这个 U盘的制作呢 这个我们是在后面课程当中会详细去讲到 因为我们在机房当中 去在这种真实服务器上装系统的时候 肯定呢 那基本上不太可能会使用光区 光盘这种形式 因为这种形式呢 第一光盘这种介质不太容易保存 而且容易被滑 而且装的时候可能会容易出错 所以我们呢 这个使用U盘安装系统 这个也是大家应该具备的一种能力 当然前期这块呢 我们大家就使用我们做好的U盘 去安装就可以 在后期我们会详细讲到 怎么去制作这样的U盘 因此我们这边选的是UEFI方式 好 回车 然后呢 ESC 然后有三个选项 第一个是保存改变并推出 然后当然还包括呢 第二个是不保存 第三个是返回设置 我们直接选择第一项 保存改变并推出 这边我已经将 事先将这个U盘呢 插到了服务器的USB接口上面 当然服务器这种东西啊 是不太可能随便的重启 所以大家也不需为这个 它的整个启动 特别是在前期硬件检测这块呢 感到非常古老 通常服务器在装好以后 在整个业务上线以后呢 它的运行的周期时间会非常长 可能是达到几年 或者更长时间 所以也不会 大家也不会感受到这种重启的 这种在整个过程当中 比较慢的这样一个过程 继续等待 好 依然再次显示了 我们整个硬件的一些信息 CPU 内存 网络设备 还有我们的RAID的一些情况 好 然后我们按 F1键继续 好 然后下面我们看到 这是已经从U盘进行的启动 然后下面显示的U盘的启动信息 那么由于我们采用U盘这种介质安装呢 实际上呢 当然在装的时候有一些 稍微有一些麻烦啊 这个 只不过它 应该说了比光盘这种方式呢 要可靠一些 我们将光标移动到第一项 因为大家看到第二项是什么 测试媒体 然后并且安装CNOR S7 第一项是直接安装CNOR S7 那么大家可能看到 在下面有一个按E键去编辑选择的项目 我们这边需要按E键去编辑 然后将光标移动到第二项 也就是Linux EFI这一项 然后在这边呢 在这个Statch2这个位置呢 我们要将 它的这个 这边它的这个U盘的名称啊 有点问题 所以呢 由于当初可能没有起 没有起好这个卷标 所以我们下面要把这个卷标 Label整个 这段删除 这边把我们的这个设备 改成 DV下的 HD SDS 好 这边我们改成是 SDB4 改成这个SDB4 因为我们U盘这个设备 在当前系统当中 被设备为 DV下的SDB4 当然关于这一块呢 大家现在先不要做 过多的这个探究 因为 我们是刚刚在学习 怎么去部署系统 大家先把系统装起来 然后我们在后面会去 带大家了解 这个关于 Linux 是如何设 去发现 或者说 给我们的设备命名的 好 然后紧接着下面呢 有一个Ctrl加X启动 我们就以这种方式来启动 Ctrl加X 好 然后呢 出现了八只小企鹅 可能还看不全 因为是我们的 是八核的处理器 它认为有八个CPU 好 下面的这个过程呢 就和我们在前面讲到的 在WinWorld上装的过程 是一样的 我们快速走一下 选择安装语言 点击继续 默认是英语 然后呢 这个时区呢 选择 亚洲上海 键盘的话 选择这个美式键盘 语言呢 英语 然后紧接着再选择 这个软件源 默认 LocalMeter 然后下面呢 是我们的这个 安装的这个 软件的选择 这边呢 我们可以选择Minimal 也可以选择 图形界面 图形界面的方式 点击Down 关于这个词版分区 这块呢 我们看到 这个词版分区呢 我们看到有一个 1862G的一个 一个硬盘 另外这边是我们的U盘 ScanDisk 是我们的U盘 ScanDisk是U盘 这个我们肯定不能装到U盘上面 而装在这个硬盘上面 所以选择 选择我们的这个硬盘 1.1862GB 也就是1.8个T左右 好 同样我们可以选择 下面的手动分区 点击Down 这个手动分区 这块呢 实际上也是可以选择 自动分区的 所以 如果说你想要 手动分区的话呢 点击加号就可以 按照我们在前面 课程当中 讲过的分区方式 就可以 同样也可以选择 这边的 点击这个地方呢 来实现自动分区 好 这边我们看到 已经有这个相应的分区 当然你也可以把这边删掉 比如说 删除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选项 就是删除全部的 好 这样的话才可以 因为刚才可能 原先有相应的这个分区 那我们就不能点自动这个 这一下 现在我们删除了 然后点击自动分区 好了 大家看到 它帮我们分好了一个 根 然后Boot 然后Boot EFI 然后Home 还有呢 这个Swap分区 这个是默认分好的 点击DOWN 接收改变 好 同样这个网 KDOWN不设置 我建议大家把它关掉 网络配置这块呢 我们有四块网卡 大家看到四个网卡 当然我们可以在装好以后啊 去对它进行配置 也可以呢 在现在对它进行配置 都可以 好 这边我们建议大家装好配置 为什么这边没有亮呢 没有亮起来了 因为我没有插网线 所以现在配置呢 现在配置呢 可能还有问题啊 下面显示状态是不可用的 因为我没有插网线 这四个网卡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并不是说所有网卡都会这样去使用 因为我们在后面的课程当中 我们会讲到 如何把这四个网卡整个做一个Bunding 就是把它捆绑在一起 然后去使用 一个网卡是 这个把四个网卡的这个整个捆绑在一起以后呢 它的整个容量了 流量就会 带宽就会变得很高 同样也具备这样一个容错的能力 也就是 可能这当中网卡有几个网卡损坏的话呢 或者是网线出问题的话呢 也不会有影响 下面是主机名 好 同样可以设置为 好 那这边呢是安全设置 这边不用去设置了 然后点击 你给你安装就可以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同样去设置一下管理员的密码 第一次 由于我们密码比较脆弱啊 比较简单 所以它 我们再点一次呢 可以接收这个密码 同样在这个右侧呢 是关于普通用户创建的过程 好 下面的这个过程 其实就和我们在前面 在无论是PC机上面 还是在VMW上装的是一样的 这块我们就不再做雷数了 大家自己呢 在我们的机房里面去 去把这个整个在大尔服务器上面 整个部署过程呢 自己去练习一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